八朝古都滋养了一个文化盛世的王朝 滋养了一代名师大家的学养 也成为滋养万千书家的土壤 因为对于故土的热爱 让他热爱上历史同样渊源流长的寿金书体 天古求美亦去矮然 他的书法自然飘逸锐利洒脱 本期节目带我们走进开封 认识一位寿金体书家李志明 在中国书法历史的长河中 宋代是一个变革创新的时代 大家辈出 佳作分成 创造了书法艺术一个又一个高峰 在青年书法家李志明的心中 寿金体是宋代文化的一个经典与智慧 书艺与美感完美结合的代表 寿金体是北宋黄帝回宋所创造的 它是集成了当然是除隧亮 烫除尔学 在他们的基础上又收到了黄庭岩的印象 然后形成了一个他自己的一个读色风格 这个寿金比较鲜实格性 也比较张扬 他把这个 他主要的结构是 上以下样 作以有样 中公寿金 在外放 这个露 虽然露北 有些在那个宋建和习方面 有些书法上呆着上都很忌讳 但是 宋回宋呢 他在这上发挥了历历尽纸 打倒了一个 一个嫖逸修礼 给人一个很美感 他在这个书法 实际上其实留下一个弄弄的准备 李志明深深的迷恋于家乡开封 这块炙热的文化土壤 也深深的喜欢上了 以宋祠为首的宋文化 以及宋徽宗的寿金体 第一次见到寿金体 他就被他那种潇洒飘逸的特质迷住了 从此走上了专习寿金体的道路 现在回想起来 好像是木然回首中 找到了自己最喜欢和最适合自己的书体 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比较偶然的一个机会 也就是五年前吧 但凯封好像是 说想宣传宋文化 咱样去宣传宋文化 来把凯封推出去 看到无意中看到节目 我说我也喜欢手劲 这手劲不错 我开始连手劲吧 就是从哪儿才开始 整事补如脸上这个寿金体 寿金体书法 为历代文人所倾倒 它有着浓厚的书卷气 缠绵内秀而灵动多姿 宋徽宗赵吉创造的寿金体书法 已有一千一百年的历史 历代有很多人描摹 似者寥寥无几 有的仅是行似 而神似者前所未有 寿金体书法的问世 使中华民族的书法艺术 更加丰富多彩 寿金书体 永远是独步天下的书体 宋徽宗的书法 笔画兽应 出席黄庭坚 后又学楚隋良和薛迹 薛耀兄弟 并杂柔各家 取众人所长且读出几亿 最终创造出别具一格的寿金书体 影响颇大 宋代书法已运去建成 召集的寿金书 具体现出雷同的时代审美趣味 天古求美 亦趣爱然 又富有强烈的个性色彩 所谓如曲铁断金 这是一种非常成熟的书体 召集以把它的艺术个性发挥的淋漓尽致 这种寿亭爽利 册封如蓝竹的书体 只需要极高的书法功力和涵养 以及神贤气令的心境来完成的 寿金书运笔飘忽快捷 笔记寿静 致寿而不失其肉 转折处可明显见到藏风漏风等运转提顿痕迹 是一种风格相当独特的字体 此书体以形象论 本应为瘦金体 以金一金 是对玉书的尊重 李志明从小生活成长在文化名城 八朝古渡的开封 他自幼练习武术 结果恰恰是这位武术老师 成为他书法艺术道路上的引路人 也是在凯封比较有命的一个武术家 马志弘老师 他的书法写的相当好 就是一眼题 就是实验场上在他那受到影响 没到春节的时候找到些门队的很多 所以马娃喜欢上马娃也开始去练 要是真正的开始 但是稍微整规一点训练起来 就是从七四年 七四年那时候 上学的时候 不是这么紧张 因为都不大上课 所以想找个铁脸脸 当时我们的班主任林明老师 他父亲好像在文化剧 在图书馆里我找到一个欧阳训的 九十龙宣子 他从那时候开始 开始练 李志明自幼学习武术 一朝一世间仍然狐狐生风 与他的书法创作动静结合 刚柔相继 变化之间变化起伏于风烧 洒脱灵动 稳重敦时 开张游走 刚进挺拔 恶魔非议 大有 显觉取胜 有平心中 见其滋之妙去 武术的修养 丰富的营造了书法艺术的新境界 他占比辉好 又如行走于沙滩的利剑 流畅敏捷 留下活泼优美的线条 有时似浩浩荡荡的大江东去 有时如变化无穷的白云参高 令人叹为观止 李志明对各种书体 均下苦工研究 繁忙的工作之余 他每天都要写几个小时的书法 雷打不动 书法已经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他的老师 台风著名书法家刘孟章 是一位读高网众的名师 他对于李志明的寻寻善诱和尊尊教会 让李志明对于书法创作 留了自己全新的认识和独当的见解 两位老师有两句话 我比较深刻 第一个是我的无数老师 无数老师当时我写字 连着书法的时候 老师说过 说起初要于孤人贺 起末要于孤人力 就是先集成才能创新发展 后来这个令文长先生 我老师来说 他说了一个很形象 说左人要左老师 他说写字来 要写调皮字 说你认不老师不行 但是你字不调皮也不行 所以在这个手机上 我看到他 第一他比较活泼 他不想一般的开说和理数 他里头在写的时候 在带一些恋带 带一些幼死 你说是 他是 他所以开熟了范畴 但是他也有点想 兴术力变得 因为大爷幼死很祸婆 又不带一般 所以这个 对这个手机上 确实天爱比较多 我过去写的天也比较多 就是主要写救生功 像哪儿忘了呀 其他都写过 咱后来就是 一直挨上这个手机以后 买不失收吧 李志明到处搜集 有关受精体的资料 自贴 还不断向书法前辈学习 他常常到羽王台 中国汉院 看名价的卑帖 尽管从小到大 已经观摩过不知多少次 对内容早已了然于心 但是他仍然手锥心魔 细心品味 回家之后 他研究字体的笔画 结构 并把自己的书法作品 反复与背帖进行对比 查找不足 我好说两句话 第一句话 我说成功与佛 无所谓 但是我等我到不如老年 我不后悔 我曾经努力过 再一个 现在我把这个脸书法 写字 当作一种乐趣来做了 不是像累累 现在我坐那样 写字 连字 看书 感到 很是一种 心情很愉悦 很高兴的事 就是我给自己 形容我自己 我都说 我是在寂寞中 寻找快乐的人 我喜欢寂寞的 瘦金体 用笔 尽寿 挺拔 舒展 求力 精神外露 不易遮仇 没有很强的比例 是难以把握的 在创作时 墨的浓淡 要把握到位 手腕的力度 也要把握到位 才能写出 瘦金体 独特的韵味 多年的 书法艺术创作 让李志明 深深的感受到 书法是最符合 辩证法的艺术 要理论 联系实践 书法是最简单 也是最复杂的艺术 书法创作 是一次成型 往往最能准确的反映 书家品格与境界 李志明的寿金书体 有自然飘逸的形态 内秀而刚健的比例 行美而张扬的个性 此种书写体 其笔画尖刻 行笔细尽 尾钩锐利 横画如千丝飞度 落笔又斩钉截铁 树画重落 轻体轻辣 却又逆想 戛然而止 结构上紧下松 着脸右扬 整体上有一种锐利洒脱 灵动严谨的自然形态 其笔法飞扬 有凌空不虚之意 这在中国书法界 开创了一个新的审美意趣 观赏后 犹如步入高层次的艺术殿堂 开封是个孤城 现在是跋涨孤独 确实在开封这个范围 在这个文化地理方面 非常凶 可能导过开封人都知道 你无论是从小孩 或者砍刀人 八十人捞翁 有了在连地书 在修法其他 到处都是很多 北铁 像宇王泰 龙亭 这些北铁 古铁也很多 所以 因为很多打热的书法家们 对于这个风味 省藏的这种风味 对于自己的一些修养 一些学士 还有一些学习 更加 开封是中国书法名称 李志明只是如灿若繁星的 种书法家中的一个 但是书法是一种俗号 从作品中能看出书法家的学识和气质 笔墨到随时代 艺术开启未来 在潇洒的受尖体中 李志明不断地探索着追寻着 即使前面的道路再崎岖 再漫长 他也要上下求说 无怨 无悔 就我知道 他这个凯书原来是欧凯的弟子 唐人的弟子很好 并且呢 还有明氏 孟章先生的指导 他们这个联合啊 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我想如果他们 以后啊 经常在创作的时候啊 切磋 琢磨 更能够白使干头 出法无非是 既成根创新 我认为应该 在将来的 创作当中啊 找一点刺激的精神面貌 出法要成才 有这几条 一定要要忍爱这个出法 所以海恩斯坦说啊 爱好是最好的老师 他具备这一条 他喜欢出法 忍爱出法 把出法当成 租国的一种物啊 一战 那去进行起政 学习 这第一条 第二条 书法正在 要有无形 因为指明这件呢 很足足无法 积累无法 学习 这样是 学习书法 成为了无形 第三条啊 学习书法 是吧 得下苦功夫 指明这一件呢 木少下功夫 即使得到学习书法 还得到命时之刀 这几年 指明这几年 或开封式书法家 牛王傅先生 桑范先生 李爷先生 李孟昌先生 接触比较多 收到命时之刀 说这几年 进步比较快 是吧 我觉得他学习书法 路子比较整 他做到了 梁贤梁厚 是吧 说为梁贤梁厚 都是 闲传通 后发展 是吧 这都是学习书法的 一个正当 所以才又取得了 今天的成绩 李志明 今天在写 写的是回总题 你在练十年 他肯定 他肯定得有把自己的 自己的 知识啊 经验啊 学习啊 他得有些的体会 他的变 他的变性 得变 最后呢 得出来 出来 谁的面貌 我希望这个 李志明通说吧 应该是在这个基础上 这个 目前的就是先按照 送回总的 或者出水量的 这些东西啊 先进行联系 联到一顶的时候 说不定 在今后啊 开封能够出现一个 新的李志明 自己发生到自己的一个 这个高峰上 书法高峰上 也是 他这个书法 和他委员也都是很 有大很大的关系了 比如说他这个爱好巫术了 他就是 从巫术里边也得到了 不少的经碎 从他这个委员出世啊 小警父母 这个敦母这个 熊章和家里边人 还有这个对朋友来 很忠诚 所以说这个 对他书法啊 也就是有很大的帮助之外 另外是 也得到了不少的 这个朋友们的 启发和帮助 希望他能在 白痴干头再进一步吧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